我这是在家里没事,我看了看我这个太空人手的保险 是2013年我存的,是被保任年完105岁周最后的首个年生效日对应 等我105才能把这5万万钱取出来,是那个意思吗 13年没得他找我的,没得说,他只是跟我说这个是保大病的 这么一个本,什么也没有,我也没看 写着你看接着五千啊,然后十年啊,我说哎,姓,买了,然后他跟我说十年以后退款本金 他说全部等取出来,给他有利息可以踢出来,有病的话还有保障 这不刚给他打了电话吗,说了十年退不了,105岁的时候本金才能退款 我这不敢做点验就证了吗,只想他写着分红性 我是做你大病的,怎么会是分红呢,我也不知道,我是为了保病,我不是为了分红 当地的太空人手跟我联系了,然后也不正面回答 我说给我多少退,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着 他让我把这个视频闪闪了,我还没闪闪了 财富人生一款,这个已经停售了,它是一个长期是一直返 它是从交费第二年就开始有返还了 在被保险人60周岁之前是返保额的10%,60周岁以后是返保额的20% 一直到被保险人105周岁,一直可以拧那么长时间 然后另外在交费期间内,持续交纳保费会返年交保费的2%,每交满5年会返年交保费的50% 除了这些,保单另外还会有分红,分红是不确定的,它会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来进行红利的分配 然后它这些收益产生出来之后是可以进入到万能账户,在月份里产生一些的 保单它对应会有一个申雇的保险责任的 如果被保险人在60周岁之前不幸申雇,除了它给到的收益,它会额外再返还本金的 然后60到79周岁之间不幸申雇,它会给4倍的保额减去60周岁以后领的生存金 79周岁以后申雇,那个申雇金为零 如果客户觉得领取的时间太长,它自己是可以选择在被保险人60周岁的时候领取保额的3.6倍 然后加上以产生为领取的收益,合同结束